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奥特曼 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种形态 不过最近远古再次曝光新的形态 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是西格玛勋章 当看到这组勋章时 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惊讶 没想到迪迦又出场了 至于迪迦与莫比优斯 感觉不是很好 大概是因为形态病名中 是从索菲身上得来的 真不愧是严格对战 不管到哪都会拍头 只是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究竟怎样 至于能力还真的是特别难猜 还不是因为其中有左飞这个角色 别看着有盐头这个外号 但她的能力还针对与火没有关系 当初解答的火焰领导者形态 就是永恒莫比优斯与左飞的力量 最后的能力却是一半兵一半火 所以说走打了西格玛勋章 很有可能控制所有元素进行战斗 其次是泰特十字闪光 得到新形态的人 可不解释泽塔 小路从中也得到了新能力 这是拥合了杰克 耐克萨斯和高斯的力量 已经根据出场的银河出身形态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这个新形态 有着比较炫酷花笑的造型 此事大家也能够明白 走打为什么会使用耐克萨斯勋章来释放技能 原来是为了小路这个前辈 不知道大家能否猜了出来 小路这个泰特十字闪光形态会有怎样的能力 不会是先使用耐克萨斯的力量转动战场 之后使用高速的力量击杀怪兽 最后才使用杰克的力量 把怪兽大喜拔快 不过这样的情况不可能会出现 其实仔细想想会发现 杰德的银河出身形态也没有什么特色 因此说泰特十字闪光很有可能是全面提升的形态 大家觉得走打了西格马寻章会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言加关注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